来 江晨 谢谢你啊 你让我把我的茶叶 放你这儿寄卖 没关系 曼妮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现在需要销售渠道 就是我这小咖啡馆 估计帮不上你太大的忙 没有 已经帮了很大忙了 不客气啊 你好 需要来点什么 来杯咖啡 是这样的 我们这儿 刚推出了一款新的绿茶 口感非常的好 我是我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不用了 谢谢 咖啡就可以了 好 您的咖啡 谢谢 慢走啊 您好 需要点什么 来杯咖啡 好 咖啡好了 您好 您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空山茶 慢走啊 不用了 要袋咖啡豆 你看这绿茶 是我托茶社一个朋友推荐的 现在非常受欢迎 业界的口碑也非常好 刚刚泡好的 你尝尝 怎么样 口感确实不错 很清香 难怪这么受欢迎 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茶 这是什么品牌的茶 我回去也做做功课 这个品牌可真不得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 你的空山茶 是吗 这可是你说的啊 名副其实的好东西 顾佳 你要有信心 嗯 有信心 加油 谢谢江晨 去上班前过来看看你 师父早分了 没了 那要不要我陪你吃个早饭 要 你还想不想回北京了 我听你的 要不然我给你租一间公寓吧 你一个女孩子老住酒店 都不好啊 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不好 我现在有收入啊 可以让我继续在这儿生活下去 我也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啊 你总住酒店 又做不了饭 老乔外卖对身体也不好 我住酒店还是住公寓 我都嫌 因为 你说你心里有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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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刚接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 你记得吗 他们要换供货商 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 放在酒店的客房里 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 那我就真的可以 帮你减轻压力了 特别好老婆 我相信你 你是最棒的 我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 让他把货被送了 好 天哪 这房子也太大了 快看看 喜欢吗 那还有厨房呢 以后我可以给你做饭 天哪 这房子我太喜欢了 会不会太浪费了 我会 你喜欢就好 你踏踏实实住着 我付了一年的房租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 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 那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是的 今天九点之前 我必须得走 好吧 你走啊 是啊 我不会发明了 那个吧 吃饭了 什么呀 你也太厉害了 怎么什么都会 我也是边看边学 谁 我就喜欢看你的手 手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它能设计出最好看的叶环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 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呢 都比较关心 能出现在我身边的姑娘呢 自然就会成为焦点 不过你放心啊 到了单位之后 我的办公室呢在一楼 你的办公室在二楼 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工作关系 不要把咱们这层关系 带到工作中去啊 这点我要提醒你的啊 要有分寸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你 恋人关系呗 我们什么时候定的这层关系啊 不 那相亲之后了 我还愿意见你 你也还愿意见我 这不就表示 不不不不 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 可以继续相互了解 相处看看 然后才能考虑 是不是那你朋友关系 再相处看看 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亲步骤 这不是我的步骤呀 您的办公室在一零二 我带您去 新来的 你好呀 你好 我叫高玲玲 我爸爸和你妈妈是老同事了呀 我爸爸在那个泌尿科 你妈妈就在那个科室隔壁呀 我叫周依然 我大表弟就是你小学同学 你妈是我妈的旧表姨母啊 我没有要赚你便宜的意思啊 咱没亲戚关系 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 咱也不是外人 有空一起聚一下 好吧 按备份算啊 你不应该叫我刘姐 应该我叫你旧表姨才对 来来来 你的工位在这儿 来 来 坐 谢谢 我们都知道啊 这小张主任的眼光啊 高过头顶啊 今天一见到你啊 才知道这些年 他在等什么了 不是的 我和他没有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说了啊 不说了 刘姐 您看我先做点什么工作呀 没事 你刚来先熟悉熟悉环境 不着急 你早饭吃了没有啊 我家里带的紫米糕 你要不先尝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你爱吃什么跟我说啊 真的 不用 自己吃吧 是 热腾腾的锅贴 多吃两个 我这也要好吃 慢点 我这热麻辣 你先热吃啊 不不 你自己吃啊 冷了不好吃 冷了不好吃 好 谢谢啊 来 赶紧吃吧 那个 会务接待 你会不会做 我以前做过商品的 预计应该差不多吧 太好了 明天啊 有个大集团的老总 带着手下呢 说到咱们这儿来转转 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好的合作项目 顺便再参加一个 楼盘的剪彩 你看要是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 负责一下接待工作 没问题啊 来这么多天了 终于有个像样的工作了 那就这么定了 好 好 本项目凝聚了 渠州政府和制胜电子的 智慧和汗水 下面有请各位领导 为我们剪彩 iPhone 4肯定超 categor 警察宣言 总是开始 冷血 你先稍等一会儿 送您去机场的车 马上就到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您记得我 我老家在这儿 我就回来了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上您 您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车到了 再告诉你 那天在生殖宴上我就看出来了 这姑娘是逃回来的 别逃 逃跑是最没用的 回吧 我要关门了 我记得之前梁正贤告诉我 你是在M店做销售 你是在M店做销售 是的 后来我就辞了 人呢 我们集团前一阵子 把M店给收购了 要是我也能理解 陈宇这人吧 面瘫嘴笨没情绪 整天黑这个脸 就跟全人家都对不起她一样 嫂子 我真挺佩服你的 能忍她这么多年 我要是个女的 分分钟把她给踹了 不可能等到现在 舅男 上回孩子没来的事说 背地里上蹿下跳 瞎忙活 帮人背了半个月的班 求人帮你安排早点手术 说就怕多耽误一天 你的身体多受一点累 结果怎么着 等你真休了病假 这傻子给人替班去了 她 她没跟我说呀 她还跟我妈那儿问了好半天 说包什么汤补身体 有什么注意事项不能做 后来我问她 我说你包汤了吗 她说你妈来给你包了 她压根没上手 白问 你说 她是不是假聪明 蠢吧 真蠢 还有 前阵子 网络暴力那事 跟个大傻子一样 闷头在家 找线索查证据 整整三天 不吃不喝 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她 你们家住址不是为人肉了吗 家里被塞进了癞蛤蟆 特臭 硬拉着我东奔西跑 替你翻案 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 死了好多 陈宇对她那鱼多赏心 谁不知道 在她那儿 还有人比鱼更重要 我倒是开了眼 嫂子 虽然 你曾经是我嫂子 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嫂子 陈宇今年走了被子 工作上 也被排挤成嫌疑 我听说 我们老家电视台有空缺 只要她能回去 立马就能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 谁能想到 我们哥俩 既然是她陈宇先混不下去 要滚蛋了 所以做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